靠近 Dorny 哇 咱们苹果突然发布了Nanonix iOS 17 BETA TOUR 这里面把咱们10年没有更新的 Airsoft终于给它更新了 而且整个效果非常的震撼 我马上来看一下 现在我们在大街上看到美女之后 或者是看到帅哥之后 我们不需要再主动的上去说什么乱七八糟的那种Ment 直接就跟对方说 咱能接触一下子吗 靠近 Dorny 哇 这个动画 Look at this 直接就把咱们的个人的名片共享出去了 我们点击共享 因为现在联系人都是我自己 对它预定的问题 我们点击取消 总之我们现在相中对方了之后 直接两个人咔嚓这么一对 哎呦 Come on 还有一点bug 来了 这个动画 beautiful 这个NameDrop是基于咱们的AirDrop AirDrop 我们现在大家看 我们不需要设置为对于所有人开放 仅联系人我们也可以 就是这个人我完全不认识 我也可以共享 噢 咚的一下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AirDrop了 当我们想要共享一个照片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我们共享隔空投送 这里面新增了一个未看到附近的用户 没看到对方了 然后这个对方还设置为了隔空投送 仅联系人 这时候也没关系 只要我们头尾相接 不是 头部互相吸上一碰 来了 咚的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拒绝或者是可以介绍 然后我们点击介绍 Beautiful的AirDrop 这边还有一个小的素材图 这个照片正常的接收了 所以苹果在之前更新了Type2P之后 现在它又更新了NameDrop和AirDrop的这种接触式的共享的方式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所以在未来我们在大街上看着美女或者帅哥的时候 我们互相这么一接触 共享了我们的联系方式之后 两个人一起去吃个饭 吃完饭之后 再通过Type2P 咱们雄心人类 跟对方说 咱们把刚才的账单A制怎么样 Type2P就可以A制了 进行咱们雄心人类的这种刚烈的男性本色 OK 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变化 当我们进入通用软件更新 相关的软件的更新的信息 苹果都给咱们提供了链接 另外我们在这里可以选择 现在更新或者是今晚更新 整个UI图表也是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而当我们升级到IOS 17 Beta 2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 全新的开机的动画 德语的 还有这个 Love you 下一个就是咱们的时装了 这个是在IOS 17 Beta 1里面新增的 这样的一个时装 原来是那种纯白色 现在变成了这种灰路途透明的了 而当我们开启晚间模式的时候 黑色模式 它就变透明了 好 我们换一个壁纸大家看 完全的透明了 非常的漂亮 另外就是我们的提醒事项 我们在这里添加列表之后 在这里列表列形里面 我们可以选择杂货 之前我已经添加了一个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输入新的内容之后 在变态音里面 它有一个bug 它无法进行自动的分类 但是现在 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吃个 就是说 鸡吧 鸡肉 我们点击灰车之后 它咔嚓一下子 它就会提醒我们 你现在输入的是个肉类 肉类 我们再来一个牛肉 直接就分类到肉类了 我们再来一个 蘑菇已经有了 白菜 它不行 牛奶 淡奶制品 薄草不行 咖喱 还是不行 总之 肉类和淡奶制品 现在可以自动的分类了 之前是不行的 在变态一是不行的 那下一个就是咱们的塞瑞了 塞瑞现在虽然说最近整个智商有一点太低了 但是它有了全新的功能 比如说 发送信息 姐姐 在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了 点击一下子之后 我们可以选择 爱马斯基 微信 卡托 Gmail 米加 阿卡拉宏 都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standby 智能模式了 这个也是iOS时期里面新增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们进入设置 待机 然后这边有一个notification show notification 我们可以选择开启或者是关闭 然后这个说明 因为是全新的功能 它也没有做好翻译 只有这个待机 直浪它进行了翻译 其他的就没有翻译了 所以我们在直浪模式下面 也可以看到事实的通知 再一个我们进入我们的辅助功能 触控触感触控 这里面 look at this 原来咱们只能正常摸 或者是慢点摸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快点摸了 它有一个快 我们按住试一下 咔嚓一下 非常快 太快了 我们慢一点 怎么感觉慢点摸 更舒服点 default 咔嚓一下 快 这快点摸确实比我还快 比如说我想看一下最新的通知 效果线 这里面有一杠24 我们按住 咔嚓一下 非常快 这好多了 以前有点等了太久了 慢的话 哎呀 哎呀 地方 确实设置为快了之后 整个操作更加的流畅了一点 另外一些小的变化就是咱们的 比如说备忘录了 之前咱们导入进pdf之后 我们都知道可以在这里翻页查看 但是现在我们点击这个之后就直接可以看到缩裂图了 整个图标也是发生一定的变化 然后我们点击下面的原来是三个点现在变成一个下的图标了 然后我先这位拉着small medium都可以进行选择的也是一个非常小的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咱们的爱马萨机 之前我们创建这个贴纸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bug 点击下号 之前是不行的 但是现在可以了 我们选择这个vision pro 自动就给它抠出来了 add sticker 然后点击一下直接就可以发送 安卓有一个波浪效果 然后添加效果 这个跟之前都是一样的 哦 漫画效果 拖上去 这都是一样的 放大缩小 我们找一个信息 好 直接就可以贴上去 我看到这些就是iOS17 better2的主要的变化了 整体稳定性 还有这种全新的功能 像这个 还是稍微 相对于Badda1都有了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我个人来讲 还是不是特别推荐大家进升级 因为我们比如说进入咱们这个关于本级一望 进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的整个可用容量只剩了19GB 我们再进入iPhone的储存空间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 系统数据达到了84GB 就是我用iPhone拍摄视频之后 拍摄vlog之后 有了大量的视频 但是我删除了之后 这些数据依然停留在了系统数据 而且我反复删除之后 依然没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bug 我之前还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所以知道方法的朋友也请告诉我一下 总之这个Badda版本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视频就好 不要亲自升级 非常的危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